子飞鱼 安之鱼之乐 庄子与惠子的对话谁赢了 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豪梁之变 出自庄子秋水 我们知道庄子那七篇是庄子的作品 其他文章很有可能就是出自他的门下或者后人作品 所以称之为外篇 但是无论内篇、外篇、庄子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否则的话就算强塞进去 也会被后来的学者剔除掉 庄子对自然界的观察与欣赏既广泛又深入 他的比喻与预言也经常参着各种动物与植物的生命 姿态及情趣譬如 逍遥游一开始的北鸣有鱼 其名为鲲 就是极为生动的例子 像鲲这种巨鱼难免是想象中物 那么一般的鱼呢 庄子在大宗师提醒人们化解对生死与仁义的执着时 特别以鱼为狱 说泉水前河了 几条鱼一起困在陆地上 互相吹气来湿润对方 互相吐沫来润则对方 这实在不如在江湖中互相忘记对方 我们常常记得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谁是大官 谁是小民 结果活在世间一点都不自在 庄子顺着上述说法 继续指出鱼在水中相处合适 人在道中相处合适 在水中相处合适的 在池塘中游动就供养充足了 在道中相处合适的 闲居无事就性情安定了 所以说 鱼在江湖中可以互相忘记 人在稻树中可以互相忘记 由此可见 庄子希望我们向鱼看齐 学习鱼儿在水中的悠然自得 而千万不要像脱离泉水的那几条鱼 但是 人类远离大道已经很久很久了 期许大家互相忘记早就不太可能了 这种期许倒有些像是孟子所嘲讽的 圆木求鱼 话题回到鱼的身上 如果要谈鱼的快乐 当然必须先仔细读完庄子秋水的著名故事 其文如后 那么在论语里面会记录孔子灰头土脸的事迹吗 我们知道折损孔子形象的内容 大都出于庄子或者其他思想流派的书 比如道指对孔子的羞辱就出自庄子杂篇 对其他流派思想学说的不认同自然会记录表现 但是本流派宗师一般只记录光伟正的事迹豪梁之变 就是如此 当然是庄子赢了 庄子赢得并不轻松 因为对手水平很高 不过由于对手的高级 才更显示出庄子作为大宗师的气派 而且辩论思路的轻奇和曲折 即使到了今天 我们来看 也是高手所为 不但思路清晰 而且口才了得不仅仅是狡辩 对手是惠子 惠子是谁 我记得以前写过一篇学富武车成语的小文章 这个惠子 就是庄子形容他学富武车的惠师 惠师这个人也是个学问家 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 辩客和哲学家 是名家思想的开山鼻祖和主要代表人物 他和庄子算得上是好朋友 但是在庄子中更多的是起到配角和捧根的作用 庄子天下中对他的评论是 惠师多方 骑书五车 骑到喘驳 骑言也不中 惠师这个人啊 惠很多旁门左道 他写的著作能够斡旋五国兴衰 但是他说的道理却有许多是喘悟与杂乱的 他的言辞也有不当之处 其实这是一种谨慎但直接的批评 指出惠师学问太过博杂并不经专 有了这么一个聪明人 而且是名家特别讲究逻辑辩证思维的人作为对手 这场豪梁之变才格外精彩 庄子也一战风神 我们来细看他是如何赢的 庄子与惠子由于豪梁之上 庄子曰 嫖于出游从容 事于之乐也 惠子曰 子非于 安之于之乐 庄子曰 子非无 安之吾不知于之乐 惠子曰 吾非子 故不知子矣 子故非于也 子之不知于之乐 权矣 庄子曰 请寻其本 子曰 辱安之于之乐云者 既以之吾之之而问吾 吾之之豪上也 话说这么一天 这两位大家在豪梁之上关于的时候 发生了上面这段对话 这么看下来 确实像两个人在抬杠 但是他们在抬什么杠呢 首先我们要看庄子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 他到底是要用这个故事证明什么 庄子秋水整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 整篇文章探讨的是人如何认识外物 豪梁之辩是秋水篇最后一个语言 体现的是人对外物认识过程中的复杂性 讨论的是外物到底能不能被认知这个话题 而惠子在文中所持的观点是 外物是不可知的 所以当庄子说于是快乐的 惠子马上发表自己的观点 子妃于 安之于之乐 这是一种辩论的基本技法 即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表明自己的观点 但惠子是高手 同时还为庄子挖了一个坑 庄子果然上当了 子妃无 安之无不知于之乐 这句话看起来没有问题 而且是顺着惠子回对 显得气势逼人 实际上 这正是上了惠子的当 因为庄子用来对惠子的理论基础 正是惠子 外物是不可知的的理论 你不是我 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 在辩论中 这种用对方观点来回对对方 实际上是大忌 因为这代表着对惠子观点的认同 而实际上庄子并不认同他的观点 庄子不仅踩了惠子挖好的坑 自己也陷入一个悖论 只有承认惠子的外物不可知 才能否定惠子无法判断自己是否知道鱼之乐 但如果承认了外物不可知 那自己也确实不能知道鱼之乐 这是在惠子预料之中啊 所以惠子很淡定地结束争论 我非子 故不知子矣 子故非鱼也 子之不知鱼之乐 全矣 我不是你 当然不知道你 所以你不是鱼 当然不知道鱼啊 手工到这里 豪梁之辩的胜利是属于会师的 但是庄子是一代宗师 岂能因为被打脸就罢手 他前面因为回对的缘故上了当 估计话还没说完 就知道自己出问题了 而且迅速理清了问题所在 所以他说 请寻其本 这什么意思 刚说的不算 咱们从头再来 这不耍赖皮吗 不过古人讨论学问 并不定生死 最终的目的又不是输赢 且看庄子如何从头再来的 子曰汝安之鱼之乐云者 既以知吴之之而问吴 吴之之豪尚也 你开始问我 你怎么知道 于是快乐的呢的话 就说明你很清楚我知道 所以才来问我是从哪里知道的 而我则是在豪水的桥上知道的 凡是辩论 往往是说出最后一句话的人赢了 因为他使对方无话可答 事实上 有些人会认为庄子在诡辩 因为他依然没有讲清楚 他是如何知道与快乐的 但是 以辩论著称的惠子 自认为变才天下第一的惠子 为什么听了庄子的几句话 就哑口无言了呢 庄子对惠子的逻辑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既然你能够判断 我不知鱼之乐 那么就说明你知道我这个外物 那么就是承认外物可知 既然外物可知 那我就能知道鱼之乐 惠子用外物不可知来否定庄子 而判断庄子不知鱼之乐 但他对庄子不知鱼之乐的判断 却证明了外物可知 这又让惠子这个提出论题者 陷入了自身的逻辑悖论 庄子与惠子在豪水的桥上游览 庄子说 白鱼在水中从容地游来游去 这是鱼的快乐啊 惠子说 你不是鱼 怎么知道鱼快乐呢 庄子说 你不是我 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呢 惠子说 我不是你 当然不知道你的情况 而你也不是鱼 所以你不知道鱼快乐 这样就说完了 庄子说 还是回到我们开头所谈的 你说你怎么知道鱼快乐这句话时 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快乐才来问我 我是在豪水的桥上知道的 首先 我们站在惠子的立场 主张庄子不是鱼 所以不应该会知道鱼快乐 但是庄子反问他 你不是我 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呢 惠子接着的反截就出大问题了 因为他先退一步 承认自己不是庄子 所以无法知道庄子的情况 如此一来 天下没有任何两个人可以互通讯息 不仅如此 人类使用的语言也将失去作用 因为他无法传达情义 惠子等于否定了语言的价值 既然如此 他又凭什么在听到庄子说的话之后 提出质疑呢 庄子抓住这一点 先指出语言仍有沟通的作用 以及他说的话使惠子知道他在说什么 既然如此 我们不是可以进一步肯定人与动物之间也可以互相沟通吗 原来惠子以为用我不是你的托词来退一步 可以驳到庄子 现在却反而因为自己听了庄子的话而知道他在说什么 以至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他毕竟是个高手 知道再说任何话都是输定了 所以只好甘拜下风 其次 庄子除了肯定语言是人与人的沟通工具之外 还认为人与动物也可以互动 其方法是极由生命姿态 譬如 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一句 白鱼在水中 从容地游来游去 这是鱼的快乐啊 这是白鱼以其生命姿态显示它的快乐 庄子以一种简单而单纯的一情作用 就把握住鱼的快乐 实在令人赞叹 人类发明语言 但是也受制于语言 有时口是心非 有时言不由衷 如果再切断人与自然万物的联系管道 人生实在太无趣了 庄子的娱乐之变为我们打开了新天地 庄子在踩坑之后立马抽身 回到最初的问题 对会师提出的论点重新构建了一个逻辑怪圈 用会师的利论难倒了会师自己 会师该如何回答呢 如果敢确定庄子不知道于之乐 那就是外物可知 正是庄子的观点 如果惠子坚持外物不可知 既然不可知 那惠子也将无法判断庄子不知道于之乐 辩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会师并没有再做出反击 所以这场著名的辩论是庄子赢了 不过 庄子在这里好像也有个漏洞 惠子主张外物不可知 自然不知道庄子是否知道于之乐 但是庄子你自己开口说了 你自己说的调于出游从容 是于之乐也 这自然就让惠子知道了庄子认为于是快乐的 莫非惠子为了绕晕庄子 自己都忘了庄子说过的第一句话 如果惠子想到这一节 是不是这段辩论又要换赢家了呢 这就是著名的豪梁之辩 这次辩论中 惠子一开始提出的就是你不知道鱼的快乐 他认为你庄子和鱼是两个物种 不可能知道鱼的想法 在这个层面讲 惠子的理论是讲得通的 那庄子完全是诡辩吗 也不尽然 有始至终 庄子也没有去证明他知道鱼是快乐的 基于人的常识 惠师天然地认为 庄子不可能知道那是一条快乐的鱼 而庄子是通过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惠师根本不可能证明我不知道鱼是快乐的 可惜 惠师的策略使用错了 他用的我非子 这样的句子 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摩尔贝论句 我知道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所以 我知道你不知道鱼是怎么想的 输 惠师也是输在技术上 例如惠师可以这样问庄子 我也看见了 我怎么不知道那条鱼是快乐的 那你可能会说惠师和庄子不在一个段位上 可能吧 惠师 明家的创始人 明家代表人物 明家是干啥的 专门研究名语时的辩论问题的学派 所以 你还敢说惠师段位不够吗 不是谁都能称子的 老子 孔子 墨子 庄子 人语自然 秋水是庄子中的长篇 分两不分 像紫飞鱼这样的预言小故事一共有六篇 上篇内容是通过神灵的对话 说的是天道 书里庄子和惠子两人辩论的故事也蛮多 由于庄子全书太长 一天讲不完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先去翻看 有机会 再聊 今天讲这个故事的意义 并不在于谁赢谁输 输和赢只是相对意义上的 按照西方哲学一贯以物质为基础的观点 形容在惠子身上可能更贴切 比较务实 而庄子则代表我们中国传统哲学 有人说中国无哲学 这个话题也太大 也不是今天要聊的主题 改天令开篇随便聊聊 人与自然体现在 人与天 人与社会 人与动物等 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就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 试想一下 生活中你会与各种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既然有接触 就免不了会有争论 今天聊这个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争 此争非彼争 好了 不卖关子了 我是想说争气的争 无为等于不争 对付傻逼最好的方法就是 发现对方是个傻逼后 迅速撤离 不要试图和傻逼讲道理 争执 对骂 唯一能做到的 就是躲得远远的 让傻逼不祸害你 记住了 你是为了遇到好人而生活的 不是为了改造傻逼 这是网上最流传最广的一个段子 据说是王硕写的 真假不得知 听上去好有道理 是不是经常遇到这样的事 对呀 我为啥要和傻逼争论呢 但转念一想 不行 我要和他理论一番 能被你炒赢 或者能说服的 水平一定在你之下 输了 也不能代表你的某种观点错了 认知水平不在一个层面上 这就是 为啥看了那么多鸡汤 依然争不过人家的道理 人可以无知 但不能拿无知当骄傲 大师上课喜欢讲老 装 意 张口闭口道法自然 无为而至 老子讲无为 是什么都不让我们做吗 当然不是 老子讲的无为 是基于当时政治背景提出的理念 当权者不要管太多 顺应民心 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 什么都不让你做 原文网址 HTTPS News CCNewsPN9Ways HTML